演员亲自失踪多日。敬陈诗大楼顶楼。 陈竹音为特技演员出身。图翻设字脸书。2018年3月2日。 特技演员陈竹音曾做过书籍特技替身,近日他在脸书贴出搜寻38岁亲子陈竹军的讯息,没想到今、二、日传出噩耗,他在脸书写下,姐姐、子子,是遇害身亡的,请求司法检调找出凶手制裁。 自理行间充满悲愤。 自理行间充满悲愤。 来家,没想到2月9日忽然失踪离家,陈竹音也在脸书发出求救讯息,希望可以拨云见日,没想到还是传出坏消息。 今、二、日下午3点,警方接获二信银行的航员报案,在基隆市二信大楼的11楼机房内,发现一具下半身赤裸女性遗体,初步研判应是十宗多时的陈竹军。 陈竹音与亲子感情好。图翻设字眼书。2018年3月2日。 陈竹音随即也在脸书写下,谢谢大家,我找到姐姐,子子,了,她遇害走了,希望她在天堂过幸福的日子,别再,再,人心受苦。 令人感到相当难过与不舍。新闻授权来源。 Now News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